这个身受重伤的士兵刚从昏迷中行来 他的心中不禁在下 自己肯定会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鬼地方 就在刚刚 他驾驶着一艘飞船意外坠落到这颗星球上 此时此刻 航空服的氧气含量极低 附近唯一的一个补给站 也在十几公里之外 飞船已经损坏 而且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不得已 他只能徒步前往这个补给站 给自己补充能量 可当他走到这里后却发现 补给站的上方已经破了一个大洞 现在这里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还有未可知 在他打开不及站大门的那一刻 屋内一台维护机器人也随之被启动 可这个机器人很明显是有什么大病 刚一动身就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男人以为机器出了故障 便想上前查看情况 不曾想 这个机器人却直接将他扑倒后 准备将他干掉 被吓坏的男人堵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不敢移动身体一下 旁边一个头盔恰巧在此时掉落在机器人面前 机器人看见头盔后没有半点犹豫 上去就给了他几脚 直到将头盔踩成碎片才停下动作 这个时候 男人本想尽快起身离开此地 但他身上的伤口立刻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感 并随即昏迷过去 昏迷中 男人回想起不久前 自己刚刚经历的那一幕 就在刚刚 他和自己的队友们一起驾驶着战机前往太空作战 一场战斗下来 男人不仅没能赢下战争 反而坠落到这颗荒芜的星球 等到男人睁开眼睛 也就回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只要自己被他发现有移动的迹象 就会被他无情地干掉 更要命的是 伤口出的血已经开始止不住地往外流 再不想办法止血 自己肯定也会失血过多而亡 他拼了命地想要挪动身体 可是发出的动静却迅速地将机器人引来 机器人遇过他的身体顺势将他的手踩住 男人忍住剧烈的疼痛 等到机器人离开后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电筒 等到机器人再次经过自己身旁之时 用手电筒照射机器人四肢 机器人看见发光且会移动的物体后 下意识地去攻击 结果却把自己的两条腿直接打断 趁此机会 男人挣扎着站起身来 三两下将机器人干掉 事后他终于从屋内找到了补给物资 伤口出的血被止住后 男人终于有了一次喘息机会 通过补给站的电脑 他联系上自己的舰队 不久后 队友们将驾驶着飞船前来接他回去 故事就此结束 这是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二季第七集 生活小屋 神经病人 为了人家缓抢去 脑驼 小屋